你看这老丈人当的 他怎么了 昨天晚上喝喜酒喝多了 你快点 我走了 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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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您醒醒 夏先生 夏先生 醒醒 你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了 我王洪喜啊 季萍他哥 你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 季萍把卢白根给刺杀了 人没事吧 季萍被他们抓起来了 卢白根没死 送医院了 咱们得救季萍 你愣什么神啊 你到底想不想救他呀 我怎么不想啊 她是我亲闺女啊 我找了十几年才找到她 我怎么救啊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 您先别着急啊 我就问你一句话 现在出城进城 查得特别严 我如果能把她救出来 你能不能把她顺利送出去 你能把她救出来 我能 我 我是上面派下来的官员 我有特举的通行证 太好了 你等我的消息 该怎么做 我来通知你 好 好的 你不会反悔吧 不会的 我不会的 行 我走了 我走 当初得宠的时候啊 那也是呼风唤雨的 要什么有什么 哪能想到有今天呢 哎 女人哪 她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听说肚子里长了什么东西 其中意味好像有喜了 哎呀 老爷高兴的不是 捧在手心里面 比大太太都吃香 谁知道后来秦大夫一看哪 说不是孩子 是个牛子 从此老爷就不理他了 不行 你们进去看看吧 谁 谁呀 你看 现在就这个样子了 谁呀 你 你怎么来了 你走 不会 我不想见你 你走了 老哥哥 谢谢你了 我跟她说说话 现在没人管的 你爱说多久就说多久 好 往前坐下 好 红西啊 你到门口看着点 是 是 我早就抱你了 我活该 你走吧 你走吧 别管我 慧儿 我来晚了 我今天来 是来求你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 你说 你赶快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做什么 我徒弟季平 被陆白庚抢收为八一太 他宁死不从 在洞房 把陆白庚刺杀了 那是他干的 陆白庚死了吗 没有 听说只是受了点伤 现在医院里 可季平也被他们抓住了 我听说还在陆白庚手里 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 我只听说 陆白庚并没把他送给日本人 那我就知道了 陆白庚一定不会把他送给日本人的 他一定会把他留在手里好自己处置的 陆白庚 陆白庚一定会在哪儿 陆白庚一定会在那儿的 哪儿啊 就是这所后院里 这个院子里的人 谁要是得罪了卢白庚都会把他关到那儿去 有的关几天还能出来 有的就死在里面了 直接从后门扔出去 那一年 我因为跟三一太吵架 他把我关了半个月 我差点就死里面了 惠儿 师兄 你是想让我把他救出来是吗 这个时候 我不该提这个要求 不 我愿意帮你 我能帮你 师兄 那个老家伙 他要是知道了我临死还能做这件事情 朕不知道会怎么下 我能帮你 我知道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好 好 虽然内宅的人早就知道他不要我了 可这院里的其他人还当我是弃义太呢 我能帮你 师兄 那个包袱里有我的好衣裳 你帮我拿过来 惠儿 天都黑了 还换衣服干吗 不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一定要穿上它 好 你等着 就在那个院 你松手让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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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你松手 他把你放了 你松手 都被你服务选 那你蓉姐 你松手 谁 谁呀 哥 师傅 你别什么都别说了 赶快跟我一起红旗走 那你呢 师傅 快走 快走 我马上就走 快走吧 师傅 快去吧 灰儿 我们也走吧 灰儿 怎么了 来 从前歇歇 我扶着你走 我不行了 我走不动了 我能帮了你 我真高兴 你快走吧 灰儿 要走咱们一块走 我跟你治病 你会好起来的 我的病我知道 我好不了了 我要走了能拖累你的 我不走了 你快走吧 师兄 灰儿 我不能 我承着你走 师兄 我有话要对你说 你说 你说 你不要再为我废事了 我走不了了 我想告诉你 我后悔了 我后悔不该贪图 荣华富贵离开了你 我还想告诉你 我不是病了要死了才后悔的 我一进了卢福一离开了你 我就后悔了 我想要的东西好像是得到了 可是要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哪能比得上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快乐呢 可是 可是 可人 人总是太晚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 师兄 我不走了 我想听你说一句话 你说 你说 你原谅我了不恨我了 我原谅你了 不恨你了 我原谅你了 不恨你了 我不走了 天快亮了 就要换岗了 他们马上会发现这件事情会追上去的 我要走了会拖累你的 我 你走吧 师兄 不行 慧儿还是你的慧儿 他是喊着孝死去的 慧儿 不行 你得跟我走 我绝对不能把你放下 慧儿 来 走 要走一块走就留一块留 快 走 你放手 快 孩子 慧平 跟你爹先走 我去叫师父 快走吧 快走 快来 别任性了 赶快走 你快走吧 再不都就来不及了 你快走吧 殷先生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帮个帮 来来来来 快快快 行行行 借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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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你快走 快来 快来 你不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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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你得走 慧儿 师兄 师兄 你再也不会悄无欺惑 你不能留下 慧儿 开门 来不及了 快走吧 先生 慧儿走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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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儿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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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太 七一太 起来了 七一太 七一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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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关闭城门 任何人不准地图 是 是 是不是刚有云亮马车从这出家 是 是 拿着特许通行证走了半个时辰了 被车追 是 是 夏先生 慧平 来 师父和宝儿呢 都在留步呢 咱们走吧 我们走了 走 快点 爹 就此别过 多保重 走 走吧 其实 你是 你是 太队磊 走 你这儿 不 借人没有药找的人 老丈人 你把你闺女许配给了我 又想偷着带走 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人哪 我不知道 说 人哪 陆司令 我真的不知道 上车 追着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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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 哥哥 二鬼子 有白羕和人追来的 有白羕和人追来的 再来 宋经文 听不住 咱们都已经上到全处 快来支援我们的 给我打 这狗东西 这不能隔一天来一回 还天天来呀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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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来 老 老 好你个王八蛋 你等着野狗来吃了你 报告泰军 卢白根奉命来到 卢司令 听说你的保安团 在正宫一带 与游击队交战 战况如何呀 报告泰军 游击队已经被全拨地消灭了 是吗 只有几个漏网狼狈逃窜 你的保安团伤亡如何 报告 报告保安团略有伤亡 略有伤亡 你也受伤了 是 泰军 由于白根亲临前线指挥 不慎被榴弹打伤 不过白根为皇军效力 这是白根的职责 这点伤不算什么 是什么样的榴弹哪 报告泰军 这 这不知道 那又是谁打伤的呢 这 泰军 游击队那么多人 我 我怎么能知道谁打的呢 是被一个女人 用剪刀刺伤的吧 他 泰军 你 居然因为一个女人 放走了抗日分子陈之园 大批的药材 在你的眼皮之下运出城外 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 还有 黄军的士兵 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居然被杀 你觉得你还能活吗 泰军 泰军哪 白根有罪 白根有罪 白根该死啊 泰军 白根该死 白根该死 泰军 你相信白根一定江湖不过 我一定把药材追回来 泰军 我一定把那个陈迅远抓回来 泰军 我一定把那个山海泰军的凶手 抓回来 泰军 你相信我 泰军哪 泰军相信我吧 泰军 泰军 泰军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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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抓他们 泰军 我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 泰军别杀我呀 泰军 别杀我呀 泰军 别杀我呀 泰军 我 我去 我现在就去 我 泰军 泰军 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别怕 我去看看 不行 外边的情况你也不清楚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别开 别开 有人进院 我去看看 何家居 别动 不然我可不客气 何副官 都已经这样了就别打了 该过太平日子了吧 你别动 我认识你 我的枪可不认识你 何先生 别反抗了 投降吧 休想 我是当国将领 不成功变成人 何先生 你听听外边 你跑不了了 把枪放下 我知道解放军不杀俘虏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会为你作证 证明你参加过抗日 做过好事 家居 我也会为你作证的 放下枪吧 这些年来 济南的老百姓流得血受的苦还不够吗 投降吧 何先生 何先生 听我的 放下枪吧 一切都该结束了 � Kr elevate 不要拿着枪 把枪给我 女兒 女兒 他已经投降了 看 枪已经交给我了 等等 记者 需要的时候就说起我 我会为你作证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歉 要是王義平的名字 上頂岁水人都知道 可是老鬼子一來 他就不插路 也就沒人知道他的下路 那李家班呢 李家班有人知道嗎 李家班的班主李老官 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他就死亡 他一死啊 这李嘉宝也就散了 也就没人知道了 谢谢啊 给您添麻烦了 同志 那我先回去了 没想到你还喜欢看京戏啊 我只喜欢画卷 你是新女性吗 其实我也不是婚女 当年也就是爱无极无霸了 济南这么多艺人 就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吗 算了 不找了 我都替你们可信 今天唱头牌的叫李宝儿 不知道唱得怎么样 这得你说我是不懂的 下落花玉面 我都会不懂 虽然 既然 避养间 浮少尽莫难 只要成了 可会不懂 你不杀众 也不忘 我对他 一片天气泥 我虽然不懂 但是听得出 那个野人的声音真好 你说呢 怎么了 这声音 这半下 总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是他吗 不是 绝对不是 年龄不对 实在是太香了 也许是他的学生 散来戏去问问吧 算了 为什么不问呢 这是唯一的机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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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无止境 就咱京剧这玩意儿 够你作严一辈子的 要么咱就唱得最好 要么就别唱 知道了 姐 姐 知远 听我啊 听我啊 我一回来 就去找过你 可是没找到 我知道 谢谢你 我去过大关园 去过劝业场 我知道 谢谢你 你知道 你知道我在找你 那你为什么还躲着我 知远 子仙的灵鹫 见到了烈氏陵园 我去看了 青山绿水 真是个好地方 我是问你 为什么要躲着我 上次开庆宫大会的时候 我看见一位女同志 坐在你身边 她真漂亮 那是我的妻子 你 我们上个月刚刚结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才躲着我 我没躲 我只是觉得 我和你之间 太远了 而且越来越远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幸福的 而我 也找到了我的幸福 athiplan 我要离开这儿了 去哪儿 我被调到北京去工作了 在离开之前 还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是啊 真的是太高兴了 我这一走 可能回来的机会不多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 再见到你 我们遇见过 相知过 不就可以了吗 人这一生 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也就足够了 真想啊 再听你唱一段 报告 进了 报告所长 刚才有人给你送来给拿戏票 明天就走了 哪有时间看戏啊 爸 你去跟他说 我一定等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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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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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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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